领底薪之后的贝斯福克 他的心态会更好 那甚至球队动着电闭他 他也不会有太多脾气 已经认识到了 我现在拿着底薪 那对内这个位置呢 基本上完全按照他炉啊 他自己怎么想就怎么部署 这就完了 魏绍已经混到这个地步了 薪水这块已经底了 那往往一个人的心气 也会无限放底了 所以魏绍在快船队的服从性 肯定比国人要强 在这一点魏绍也有复仇心理 就这个人 他也是非常争强后斗的 就当年在联系当中 是谁最看别我 是谁离我而去选择屈膝投降呢 是谁的球迷在背后 动辄议论自己呢 是谁的球迷 将自己 就是在胡人那个阶段 直接上让默契场上的表现 跟当年MVP级别身手的自己 画了等号呢 说自己拖了杜兰特后腿呢 所以我这一切呢 那就是有仇报仇员抱怨了 快船队反正今年是 集聚整个能量 目前战绩本身就不差 而且保罗乔治拉纳德 日渐恢复了 完全健康的那种身手状态 现在是渐入假径了 所以快船队挺有精准的力 这种本身就非常雄厚 快船队 你看有多少黑人 这种那种 那种呢 我也不知道